哈喽 大家好 我是银沛海东 今天呢 又来到这个养殖户这边来赶下海了 大家看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养殖户来的 跟这边 这边也是 我对面呢 这条是一条河流的 现在也是慢慢的长潮了 潮水挺大了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海白 海白 坐出来可以 这里还有一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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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漏漏了 看一下 这个龚多大 海白 已经漏了 海白 海白 有个虾 虾 虾是可以的 这里有个 哦 看一下 有个螃蟹洞这里 我把虾给咬烂了 这个虾挺好的 我把虾给咬烂了 给我 出来 看到了 哎 又往里面躺 看 看 看 去吧 看 看 这棵头有三四两左右 把他们回停一下 朝重风险 看 有虾 看 看 哇虾 这个虾还挺好的 看一下 好多虾 这个应该是那两只户 已经是排出来的虾两只户 看 看好多 好多虾 前面都有好多虾 要往回走 好 哎呀 老板就在那里 还在那里看我 好 管他了 我们就先走了 看这个木头挺有特色的 这木头还有 还在清开 全部都都沾在一个木头上 像那个风景树一样 很漂亮 哎呀 好多虾 那里有一个绑子 放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挖一下 好多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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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石头蟹的 还有个两只 走啊 走你吧 这个 原来 哎呀 这个螃蟹 不怎么回 也不算是很本 还跑啊 那么凶猛干嘛 想咬我啊 回天回天 现在这个水现在都涨潮咯 也要回去了 反正真的时间也不长了 大家看一下 今天收的货 两只青蟹 还有几个海白 还有一点虾 收货不多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也要回去了 那好了 那我们就要回去了 因为这也是太热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喜欢海中的朋友 给个离别好关系